全國中小學跟校長協會他們有說國中會考之後 23號他們可能不排除要暫停這個實體課程兩週 那可能還考慮可能要到學期末都停課 那那個游淑會有說現在疫情是就是增加速率已經越來越快了 目前這邊師傅怎麼看 這個從台北市的這個這個這一個月來經驗你知道 我們一開始傳染的確兩個族群最嚴重 一個是八大行業 包括餐廳 因為這種脫口罩吃飯密切接觸這一個,另外一組的確是學校 那學校是這樣 統計上看起來 反而學生感染最大問題不是說學生感染,因為學生感染大部分症狀不嚴重 是回家傳染給阿公阿媽那比較麻煩 所以這一條是這樣 台北市因為基本上我們的線上教學系統相當完整 所以我們 我倒覺得這樣 國中會考的確很麻煩 因為那會考的時候,確診者跟軍家隔離到底要怎麼處理 這個可能還在想一下 至於說 那個我們原則上會呼籲學校說如果你辦得到那就儘量 遠距教學 但是一定要下行政命令說不准來學校,這個可以再討論 所以 關於這個問題 我也覺得這樣 這個疫情隨時在變化 我們請 我們會請教育局 我們要想想看,還有一點 也不是只有台北市的問題 因為台北是雙北在一起 說要怎麼做 我們至少要跟雙北商量一下 還有一點 數位落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台北可以做的不見得其他縣市可以做 台北是相當程度有辦法執行遠距教學 因為我們整個 校園光纖網路 整個校園的那個系統全部都監禮 還有酷客營系統 其他縣市他也沒有酷客營系統 他遠距教學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一條是這樣 我們已經知道 有這個狀況 容許台北跟新北在商量一下 因為國中 到高中我們兩個城市 那個學生交流相當頻繁 所以這個我們需要跟新北市商量 至於全國要怎麼做 我們要跟教育部在商量 所以是這樣 動態 新常態 每天都政策會不一樣 比如說這一兩天我們跟教育部跟新北市商量以後 再跟社會公布說我們要怎麼做